最近很多中国人把新加坡称为坡线 这个名称很可爱 因为新加坡是个很小的国家 它的规模只相当于中国的一个线 最早制成坡线的是一些在新加坡工作的 一些中国来这里的拿EP或者WP的那些工人或者是科技人员 当国内的人问起你们新加坡怎么样 他们都会很谦虚的说新加坡只是一个很小的国家 它只是一个线的规模 所以称坡线 后来越来越多的人把新加坡称为坡线 就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 他们说这样会感觉小看了新加坡 把一个国家矮化 会不会引起一些新加坡人民的不开心 当然事实上新加坡人民没有把这事放在眼里 因为新加坡人已经早就习惯了被人各种矮化的各种歧视的 就是把新加坡当为小国家的这种案例 而且新加坡人对别人很尊敬 比如说对于马来西亚 他们就尊称为大马 虽然在中国人眼里马来西亚是个小国家 但是新加坡人依然称之为大马 当然了称之为大的国家很多 历史上日本曾经自称大日本帝国 英国也被称为大英帝国 清朝的时候被称为大清 西游记里面唐僧取经 别人问我问他你从哪里来 他说我来自东土大唐 所以中国人表示尊敬 总要在上面加一个大字 而不会加一个小字 我最近几个月在中国被好几个小学生和幼儿园小朋友纠正 当我提到日本的时候 他们说你不应该说日本 应该说小日本 因为小日本很坏 所以你要叫日本人小日本 可见现在的中国小孩子 他们所受到的教育 对一个国家称大还是小 是非常敏感的 那如果我对小朋友说 你应该称那么大日本 他们肯定不开心 新加坡虽然不是大国 有些人也觉得你称新加坡为小坡或者坡县 别人也会不开心 历史上新加坡被人称之为这种歧视性的尼称 他不是第一次 比如说新加坡有一个著名的尼称叫做地图上的小红点 这个名字是印尼总统哈比比发明的 1998年哈比比在一个很大的办公室接见一些客人 说到印尼和新加坡的贸易关系 哈比比觉得新加坡其实算不算一个贸易伙伴 他说你看我们印尼有两亿多人 新加坡只有那么一点人 你看地图上这一片绿色的一大片全都是我们印尼 而新加坡只是地图上再变一个小红点 然后地图上的小红点这个词迅速流行 而新加坡人也欣然的接受了这个带有嘲笑性的一个名字 李显龙总理在2004年左右 他曾经说我们要感谢哈比比 因为他指出了我们新加坡有多脆弱 我们新加坡有多么渺小多么卑微 所以每个新加坡人都要记住 我们新加坡只是地图上一个小红点 我们没有任何理由骄傲自大 新加坡他有个海峡时报 海峡时报他办了一份给小学生看的报纸 那份报纸的名字就叫小红点 新加坡政府还出了一套国民教育的重书 给小朋友一年级二年级的看的 那套书的名字也叫小红点重书 一套四本 所以地图上的小红点 这个词对新加坡人来说 他们并不觉得可耻 反而觉得很可爱 新加坡还有一个不那么雅观的名字 叫做彼此大的国家 这个名字是来于台湾的外交部长 那个外交部长应该姓陈 叫陈唐三 大概也是2004年左右 在一次联合国大会上 各国的外交人员正在那里 发表他们的观点 那时候台湾台独势力比较嚣张 两岸关系很紧张 新加坡的外交部长杨荣文先生 当时就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 他说台湾这样一再支持台独这种宣传 这是非常刺激中国大陆的敏感神经 这会导致非常不必要的威胁 所以他认为台湾应该要主动的 在这方面降低姿态 不要再搞台独这种宣传 对于这个发言 中国大陆人听了 大家会很开心 但是台湾的这位外交部长 陈唐三先生听了 非常不爽 他愤怒的发表说 你们新加坡 不过是一个彼此大的国家 你有什么资格 对我们台湾直说话讲 他说你这样指责台湾 反对台独 你就是在报中国大陆的软炮 所以他用了一个非常不文雅的字 软炮 又用了另一个字 彼此 由于台湾外交部长 这一番话非常的不文明 所以也在互联网上飞速传播 彼此大的国家 这个词也就成了新加坡的另一个名称 但是迄今为止 新加坡人并没有因为听到这些事而愤怒 也没有到台湾去游行抗议 更不会因为哈比比说它是一个地图上的小红点 就到印尼的大树管门前去闹市 没有 大家都觉得我们新加坡就是那么小 有什么奇怪的 新加坡的面积多大呢 大概是600平方公里左右 因为加上本岛加上这个小岛 还有填海填来的很多土地 这个土地面积相当什么规模 上海的面积是6800平方公里 也就是说中国的上海市面积相当于新加坡的10倍 新加坡的面积只相当于上海市的十分之一 虽然新加坡也被认为是一线城市 但是从面积上来讲 它比中国一个三线城市还要小很多 所以把新加坡从面积上你称之为坡线 并没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 由于新加坡是如此的小 你称之为坡线 那么从中国人的某种角度讲 也没什么不可以 而且它在中国也只相当于一个普通的线的面积 比如说江浙富一个普通的线 它的面积就跟新加坡差不多大 当然有些线的面积可能非常大 比如说你在中国的西北那些地方 有些线它的面积可能是新加坡的十倍以上 甚至有些一个乡的面积都远远大于新加坡 所以你如果觉得新加坡小 你不仅可以称之为坡线 还可以称之为坡线 因为真的有些中国的乡比新加坡全国面积更大一点 国家大有大的好处 小有小的好处 有一个美国人 他很想住在新加坡 他想住在新加坡的理由是什么呢 他对采访他的人说 因为新加坡非常小 人跟人全部拥挤在一起 他觉得人和人之间距离很近 大家关系很密切 全国的人从新加坡任何一个地方到任何一个地方 你无论是打地去还是坐公交去都很方便 这样就拉近了人和人之间的距离 这种感觉在美国是找不到的 因为美国太大了 美国有些同学朋友相隔就是几千公里 所以他们要见一面都很难 有些美国的年轻人离开父母 可能几年也没有办法回家见一次父母 但是新加坡人不一样 无论在新加坡哪个角落 要见面都很方便 由于这个原因 新加坡有很多跟中国不一样的地方 比如说中国人网购 他想到就是快递 在咸鱼上买东西 你一看快递发过来 要不要包邮 然后就是快递两天到还是五天到的事情 但是在新加坡 有些人在二手网站买东西 他们不一定会找快递 他们会说好 我们在哪个地铁站的出口交易 我到那里几点几分等你 你下班以后到那里找我就可以了 我穿什么衣服 好吧 所以这也是新加坡的一个特点 在二手咸鱼上买卖东西 他不需要去快递 反正大家下班的时候 在地铁上交换一下 单天交易非常方便 当然了 新加坡太小 他有非常多的不利的因素 比如说 他任何资源都没有 货物非常稀缺 他没有办法发展制造业 日常生活用品的价格远远高于中国 由于国家小 会有一些没法用钱来弥补的一些高开支 比如说房子 一个中国人 如果你想住大房子 你在北京上海的市中心买 或许会很贵 但是你只要离开这些一线二线城市 或者离开北京一百公里 五十公里远的一个乡下 你会发现买一个大院子 都只需要几十万块钱 更便宜的地方 你甚至可以一个人买下十套房子 有一个北京人 他是做淘宝生意的 就在贺币和其他几个地方 以几万块钱一套的房价 买了十套房子的仓库用 因为太便宜了 但是在新加坡 他是没有农村的 他连二线城市都没有 你在新加坡 你只能忍受 比中国贵很多的房价 曾经有个朋友说 如果将来有了钱 他要在新加坡买一套别墅 我就跟他讲 你为什么有钱要在新加坡买别墅呢 同样多的钱 你可以在泰国的清曼买20套别墅 然后你出租19套 一套自己住 这一辈子的租金收入 远远超过普通泰国人的收入 不仅可以坦平 而且是真正的财富自由 这样多好啊 为什么要把钱 浪费在新加坡的别墅上 由于土地面积小 新加坡的汽车 变成非常昂贵的开支 因为没有地方修路 没有地方停车 如果新加坡放开随便购买 整个新加坡全国的路 都会填满 因为新加坡的人口密度 比中国高60倍 就相当于中国这么大的一个面积 忽然住满了800亿的人口 你能设想中国住800亿人口 那国土会有多拥挤吗 所以国家小 它极大的限制了 人民生活水平的体格 如果新加坡有足够大的面积 与它现在的科技水平和生产力 和人均GDP 那么新加坡人应该可以过上 非常富裕而潇洒的生活 只是由于国土面积太小 没有资源 它在出行买车 在买房方面 远远落后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 所以我们从国家面积的角度讲 你叫它坡线 没有什么不可以 从人口规模来讲 新加坡你叫它坡线 可能这线有点大 你叫它坡市也挺合适 因为一个中等的中国城市的规模 大约就相当于新加坡的全国总人口 比如说杭州 温州 这些城市 它的人口都接近千万 它一个城市总人口 就相当于两个新加坡 但是很多中国人 他叫坡现在的时候 他还有一种比较轻视的感觉 觉得管理新加坡这个国家很容易 他们会显当然的认为 为什么新加坡能够发展那么快 能够这么富裕 因为国家小 好广啊 小国家就容易搞得富裕 对于这样说话的人 我首先觉得这个人脑袋不太聪明 或者说他的思考能力非常薄弱 一个国家能不能搞好 并不是越小越好搞 你想想世界上那些最富裕的一些强大的国家 美国 日本 大英帝国 他们都是大国 不是小国 英国 法国 也都是大国 现在的中国 也是大国 这些国家都很强大 都很好搞 像那些小的国家 比如说 柬埔寨 老挝 布丹 尼泊尔 这些国家够小吧 但是你觉得这些国家很富裕吗 这些国家很好搞吗 如果你觉得国家越小越好搞 那么我就想问一下那些中国人 你为什么不主张 中国分裂呢 如果中国分裂成100个小国家 每个国家都和新加坡差不多大 那是不是很好搞 马上就跟新加坡一样 突飞猛进 经济GDP可以超过美国呢 那样延缓子孙 那就是绝对的优势 他的经济体量就超过了美国和欧洲的总和 甚至接近全世界的总和 那全世界所有的人 他的GDP都加起来 也就仅仅相当于分裂后的几百个小中国 对不对 所以国家不过大和小 他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但总体上来讲 大国比小国容易的多 因为国家大 你就有各种各样的资源 有各种各样的产业 你要市场有市场 要原料有原料 要产业有产业链 要人产有人产 所有的东西 你都不缺 只需要这个制度过得去 只需要国家的统治者 不至于太过分 或者太愚蠢 大国总是比小国容易搞 再想一下 即便中国这样的大国 很多人的国家 很多人依然觉得 哪个国家卡你脖子 哪个国家卡你脖子 你中国的体量相当于欧洲和美国加起来的总和呀 这么大的人口激素 这么大的矿厂 你的制造业如此发达 整个产业量几乎没有空缺 谁能卡你脖子呢 所以作为中国人 作为这样的超级大国 是不应该说别人卡你脖子的 你说别人卡你脖子 就像个拳王太生 走在大街上哭啼啼的说 别人欺负我 这也一样 这是很搞笑的 新加坡虽然是小国 它什么资源都没有 但它从来不说 谁要卡我脖子 谁要卡我脖子 因为正常的社会 大家都要做生意 它不用担心别人卡你脖子 如果新加坡这样的小国家 或者是坡线 它被人卡脖子会怎么样 马来西亚一卡他的脖子 新加坡马上就没有水用 印尼一卡他的脖子 把苏漆管一切断 那新加坡就没有发电的任何办法 一片黑暗 也没有办法烧饭做菜 整个国家就这样 险于没水没电 又没有氧气的这样的困境 甚至周边国家 粮食都不会输进去 那新加坡就像以色列扬言 要把加沙变成的那个样子 没水没电没有煤气 或者是现在正处居 俄罗斯战争底下的 某些乌克兰人的那种艰难处境 他们真的是没水没电 没有燃气 新加坡比那些国家比更糟糕 因为它人口密度实在太大了 它的海岸线太短了 它的周边一边是马来西亚 一边是印尼 那如果印尼和马来西亚的穆斯林 它不是那么温和 不是那么善良 而是像哈马斯一样 它忽然来这么一个包围 那新加坡真的是 完全没办法生存下去 以后新加坡人 会不会喜欢坡线这个名称 会不会要求中国或者中国人不再用坡线来自新加坡 我觉得不会 因为新加坡人早已经习惯了被人矮化 被人小看 因为它原本就是一个小国 它在世界上它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力的 很多年以前 李光悦就说 三十年以前 那时候他在这说 再过三十年 中国还是中国 美国还是美国 澳大利亚还是澳大利亚 但是新加坡是不是还是新加坡 谁也不知道 新加坡只是汪洋大海中的一条小船 它在惊涛骇滥中随时可能沉没 因为它太脆弱 太小 现在三十多年过去了 李光悦先生也已经去世 但是他这句话会依然留下来 新加坡人会永远记得 新加坡是一个小国家 它很脆弱 它只是一个坡线 它只是地球上的小红点 它只是彼此大的国家 它只是惊涛骇滥中 随时可能沉没的一艘小船 但是至少新加坡人 不会因为国家小而自卑 因为碰到一个国家好还坏 不是看这个国家 能不能侵略世界上其他的国家 或者把其他国家灭掉 也不是看这个国家 能不能对地球产生霸权力方面的影响 而是看普通百姓 在这个国家是不是活得好 或者可以找一个更客观的指标 其他国家的人 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 他们是不是愿意移民到这个国家 那么在移民指数方面 新加坡是很不错的 它是很多人国家喜欢的 所以判断国家好坏 他不是看到国家有多大 也不是看国家有多钱 而是他能不能让人享受到美好的生活 正如你去餐厅吃饭 你判断这个餐厅是不是米其林餐厅 是几星几的 不是看它一盘端上来 是五公斤还是十公斤 而是看那一小碟的饭菜 味道有多好 新加坡正是这样一个虽然很小 但是很美好的国家 在同样的华人社会里边 新加坡人给世界其他各国人的印象 是非常好的 高于中国大陆 甚至也高于中国台湾 还中国香港 所以这就是新加坡的成功之处 作为一个非常小的国家 新加坡也树立了文明礼貌的一个典范 它不像日本人那么彬彬有礼 因为新加坡人和人之间的距离是比较近的 不像日本人那样 有一种看不见的距离 把人隔开 保持这样的平衡关系 新加坡的人和人是非常乐意互相帮助的 曾经有一个节目组 在世界各地去做这样一个拍摄 他就是让一些人假装自己是病人老人 晕倒在地躺在地上钻死 然后看周围的人是不是上来帮忙 然后摄影机在边上偷偷的拍摄 测试结果显示 新加坡是全世界最乐于助人的国家 它绝没有一个老人摔倒在地 别人不敢上去去扶他这种事 所以我们说一个国家是不是文明 它不在于大也不在于小 而是看他是不是文明 新加坡作为一个华人社会 它已经创造了一个文明的典范 那么没有理由 中国大陆也不能创造这道文明的典范 迟着有一天 中国大陆也会走向一个更加文明的社会 一个老人躺在地上的时候 大家都会赶紧上去把他扶起来 而不是让他倒在地上 如果一个老人倒地 没人敢扶他的一个社会 那么你国家再大也没有用 因为你即便比坡线大一万倍 你也只是端上来的一大盘的那种猪饰料 而不是米其林餐厅的美食 这是一大盘的美食